你就是跟不同溫層溝通的最佳典範 那你怎麼看 然後他們覺得說要怎麼學習這樣子跟異溫層溝通 喔 因為我生活跟工作啊 都是在異溫層 所以對我來說 這是一個長期的訓練啊 那異廊將竟然被網友視為是新一代的戰神 這樣的稱號有什麼樣的想法 這個 因為不同神好像是第一次道歉 我覺得很多時候是高處不深寒啦 你看過去所謂的這個什麼宅神統神 那最後都是沒那麼神啦 所以 對我自己來說 我們其實 可能是因為我們自己也是出生平凡吧 所以從來不會把自己看得有多了不起 請問昨天跟統神是事先約好嗎 喔 沒有沒有沒有 我 我每星期三晚上九點半都有一個我自己的固定直播啦 然後昨天剛好是我們做到第三十五集 所以想說來試試看一個新的東西 在技術上就先試試看能不能用LINE做call in 因為我覺得跟那個我們直播的觀眾如果能夠有些互動應該也蠻有趣的 那可能是 因為談了主題的關係吧 所以後來就是那個 張家航就call進來 看到他call進來有覺得很意外嗎 意外嗎 我覺得這就是網路生態耶 就是好像 呃 這些實況直播主他有他 製成一系的這種風格吧 因為前天他不是也一直說叫無鎮打給他 所以好像 好像是這個 一個比較我們沒那麼熟悉的生態權 那你覺得他打電話進來是要踢管嗎 還是要挑戰你嗎 因為他一度是用爆氣的音量想要壓過你 那另外他你怎麼看他道歉了 然後還說好像是被上了一課 是想要藉這個機會找台階下嗎 那網友也稱讚說 欸你是幫他上了一課 大戰你小以大意嗎 統神 我想 他的風格大家都有聽過吧 反正就是 很大聲啦 然後一直重複講一些這個跳針的 然後可能有一些那個 這個從A到B到C不停的轉換主題這樣 所以其實 這個大音量什麼的是不意外啦 那可是我也覺得 我至少我相信說 如果我們講的東西是對的 如果我們講的東西是沒有錯 那就不要怕 就把它好好心平氣和講出來 因為我想其實 沒有對話沒有所謂的輸贏啦 重點應該是說你傳遞了什麼樣正向的正確的資訊 給這個社會 那我也在這邊跟所有的 國人同胞 再一次呼籲 就是其實你的每一次消費 都是在為了你想要的世界投票 所以 像這種偷拍外流的網站 你連看都不該看 更不用說花錢去加會員 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在 更加的支持在社會公共輿論的這個場域裡面 努力發出正向的正確的資訊的人 讓這些人更有社會的影響力 那我想這個 如果大家都這樣說的話 那台灣一定會越來越好 請問一下議員 因為昨天蠻多人看那個直播 然後說你後面是有點感化他 他還說你就是 是跟不同溫層溝通的最佳典範 那你怎麼看 然後他們覺得說 要怎麼學習這樣子跟一溫層溝通 因為我生活跟工作都是在一溫層 所以對我來說 這是一個長期的訓練 那我只是覺得說我們公眾人物 出來每天講這麼多話對不對 那一定也是會有講錯話的時候 那一定也是要不斷的自我修正 那其實最基本的事情就是說 用真誠的心來面對這個社會 用真誠的心來面對大家 每一個跟你對話的人 那我也相信其實絕大多數的台灣人 都是敦厚溫暖善良的 那只是有的時候大家 一下子意見不同 然後很激動馬上吵起來 那其實如果你仔細去聽聽 各方的訴求 你會發現說 也許這些訴求裡面 那可能80%是一樣的 是那20%不一樣 那那20%不一樣的時候 也不用好像彼此是仇人一樣 就直接殺紅眼 那我想這是我常年在 義溫城生活工作的心得 所以分享給大家 那你好像現在被網友 視為是新一代的戰神 這樣的稱號有什麼樣的想法 這個 因為這個統神好像就是第一次道歉 我覺得很多時候是高處不深寒啦 你看過去所謂的這個什麼宅神統神 那最後都是沒那麼神啦 所以 對我自己來說 我們其實 可能是因為我們自己也是 出身平凡吧 所以從來不會把自己看了有多了不起 那很多時候就是一直在 反省自己還有沒有可以在更進步的地方 所以 如果大家喜歡我 我當然非常高興啦 那但是 也 很期待大家 可以一起加入我們的陣營 跟著我們的腳步一起努力